先来看一张图 十几年后 老先生突然烧信过来 经过十几年的考虑 我答应参加德云社的商业演出 发文时间是在2016年 往前倒刻十几年的时间 郭德纲已如春虫萌动 带领自己的班底盘踞在北京剧场 生意开始有了苗头 人手却十分紧张 2002年地点应该是广德楼 德云社的固定成员也就六位 郭德纲 张文顺 张文良 李清 王慧 赵同光 到了2003年加入了新闻招 何云伟 徐德亮 固定成员成了九位 台下最多二十人 还有很多是张文顺先生的老朋友 那时候谢沐也不像现在 演员齐刷刷站台上一排 散场之际 所有演员将观众送出园子 一边送一边说 您破坟 您有空再来 郭德纲心之肚明 不拼一把 永无出头之日 数年后德云社名震江湖 郭老师口中的这位先生 权衡利弊也能理解 江湖险恶 步不经心 德云社声名确起 却始终不得名门正牌认可 故而郭老师也没有多大情绪 只是说到 十年前参加演出是您帮我 十年后参加演出是我帮您 帮不帮我是您说了算 帮不帮您是我说了算 下期见 不帮您的讨厌 不帮您的讨厌